欢迎收看麦DJ财经新闻 我是嘉伟 2017年显示器产业盛会Touch Taiwan 智慧显示与触控展 以及智慧制造与监控辨识展 总共有340多家厂商参展 摊位总数达到978个 包括了明基友达集团的友达光电 鸿海集团的群创光电 电子纸龙头大厂原泰科技 显示器产业海内外上下游大厂 都是共享盛举 那么另外触控面板大厂GIS夜城 和洋华光电则是第一次来参展 而今年参展的厂商 特别是着重在显示器各项新应用的展现 第一家带您看到的是友达光电 用42片55寸超窄边框的面板 拼接成一片不规则的巨型电视墙 视觉效果相当的震撼 同时还展出了ALCD液晶电视面板 还有电竞专用的液晶面板 以及各种高亮度窄边框的公共显示器方案 还有车载面板 另外还有一系列的AMOLED面板 包括了是圆形手表OLED面板 还有1.3寸可以用在儿童智慧表的OLED触控面板 另外还有5寸折叠式超广色域的AMOLED触控面板 好那么到底友达光电还有哪一些的新品 值得我们来关注呢 这部分我们来听听有达光电董事长彭双亮先生的访问 我们今天的展览主要是以应用为主 那在PID大尺寸这一块 我们希望让观众带来一个不同的感受跟体验 因为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下面去使用 那另外一个我们在电视上面我们展出了全球最大的85寸的8K的面板 那会让这个整个不管是细致度或者是立体感都会提升了很多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电竞 过去友达在电竞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产业的龙头 那我们现在在电竞里面 我们已经提升到240Hz 那我们这一次的展出有各种不同应用 包含曲面的电竞或者是这个notebook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展出很多 甚至于在一个数位咖啡厅怎么去这种体验的情境 另外当然我们车用也是我们一个展示的重点 各种不同的应用到从GPS到仪表板 甚至于到后置镜甚至于到抬头显示器 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一次展示的重点 全创的展示重点除了车用面板开始导入国产自动车以外 还有65寸4K量子点电视面板 100寸量子点公用显示器 还有8K面板 另外配合公司把今年定位成系统整机元年 这一次也展出50寸自主设计的无边框智能整机 显示器的这个应用已经又在迈上一层 就是到了PID的这个 那我相信这个会再开拓所有的这个显示器产业 又另外一个天地 那另外一个就是8K 我相信在今年开始8K会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今年群创的8K不只是8K 而且是全世界穿透度最高的8K 所以意思就是说8K以后的这个 经过我们的特殊技术 它的穿透度会不输于4K 那这样的话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 Entry Barrier 对将来的这个显示器产业来讲 8K的生态系很快就会建设起来 那这个应用面会马上就打开来 电子纸领导厂商 eLink元太科技 今年展示了多款彩色电子纸技术 还有电子纸在电子阅读器 可饶式电子阅读器 电子笔记本 电子标签 电子智能卡片 餐馆或者是展场的商用显示器 和电子看板等等各项应用 甚至电子纸也可以被用在穿戴手表 和时尚服装设计 我们现在原型的产品也已经是有整个产品线 所以在整个穿戴上从健康省电到这个所谓的时尚上 在这种所谓的自由形态的这样的一个展现上面 我想电子纸在这一块的技术准备到产品 实力已经累积上来了 电子纸的一个绝大的好处就是在阳光下省电 然后很适合阅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特性 它基本上没有显示其他所谓的蓝光伤眼睛的问题 另外一个点我们也在电子书这种阅读的能力之外 再加上笔写的功能 所以现在可以也呈现变成提供所谓办公室五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案 电子标签其实也随着我们在技术上的一些努力 从早期只有黑白秀价格之外 我们现在有加上了我们的黑白红跟黑白黄这样的新的Spectra的产品 所以可以看到可以加上所谓的广告促销的讯息 智能卡的部分 那结合电子纸轻薄软性可饶 那这样省电的特性呢 可以很有效的结合在我们一般习惯的这个会员卡啦 或是智慧信用卡上面 那可以产生多合一卡的很多效果 红海集团的触控面板大厂GIS夜城 今年是首度参展 除了秀出曲面柔性智慧手机触控面板 85寸的大尺寸触控电子白板 曲面车用触控面板 还展出可以应用在家电产品的金属触控技术 我们提出了几个应用领域 第一个是传统的这个Smart Portable 就是我们的Smartphone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Smart Office 那第三个是我们的Smart Automotive 就是车载这一块 当然我们也考虑到Smart Home 这未来是生活居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结合传统的Display跟Touch的这个功能 我们也把一些新的这个技术应用进来 包含了我们首度使用的这个超声波的这些元件 能真实做到这个Under Display的这个指纹辨识 所以大家会在我们这个手机上面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也在这个手机上面 因应穿那个折叠的这个手机呢 我们也提出了这个可折叠的触控 那在Smart Office这边 我们也运用了这个Ostrosonic 这刚才讲这个超声波的技术 我们做了一些金属触控 所谓金属触控就是说 我们突破传统电容式的限制 我们能够使用金属当表面的这样的一个元件 我们却能够来触摸它 那这个是我们很新的这个领域 特别可以在智能家居上面看到 那在智能Office这边 就是我们传统的GIS一项 很着重这个大型的 Interactive Whiteboard这个应用 那在Smart Automotive 我们这次的一些创新呢 是因应未来车载 在显示器上面不再是平面的显示 而是曲面的显示 我们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曲面的触控 跟模组的应用 长期专注在薄膜触控技术的洋滑光电 这次也展示了公司在中大尺寸 公控商用还有教育触控显示器的发展成果 那这一次是洋滑这几年来第一次参展 大家对洋滑的印象 就是做消费型的触控面板 那洋滑在这几年 也是积极的在针对中大尺寸 公控医疗等等 我们也做了很多开发 那也有很好的成绩 从最大尺寸65吋 然后55吋 那32吋 那以下等等 那洋滑在大尺寸 我们主要是用ITOFIN 那一般就是业界用大尺寸 大部分是用Metal Mesh 那洋滑使用ITOFIN 的原因是因为它整个清澈度 跟凝硬度相对是比较好 所以我们针对大尺寸 就是以ITOFIN回开发为主轴 那我们在整个CATEMONIC 除了说触控面板 然后ADBall 整个软体都是洋滑自行开发调试的 那也申请专利 那把所有的按钮 我们直接可以在荧幕上做一个调整 例如颜色声音等等 色温都可以做调整 其他关键零组件厂商 除了强调公司原本在显示器领域的产品技术持续升级 也分别提出了一些新产品或是新技术方案 像是中强光电把原有的公共显示器事业独立出来 扩大发展 展出包括了电视墙 双面公共显示器等高阶技术产品 明基材料除了亮出公司在OLED可挠市 高解析度的解决方案之外 还推出PNLC 反向智慧调光技术产品 大幅提高各种办公室或居家住宅装潢应用的可能性 茂林光电的导光版除了持续朝大尺寸薄形化发展之外 也加强琢磨在商办展览空间 各类建筑物的装饰艺术或者是照明应用 反向是这一块 我们在全世界我们是领先的 尤其是我们是做在film上面 一般现在能做的很少 那一般就算能做也是在玻璃上做 但是我们是用film 所以我们可以破 就是没有那些玻璃的限制 我们可以在任何的 例如说透明的亚克力 或者是在玻璃上面直接贴 那将来在汽车在不同的显示应用上面 我们都有很好的机会 我们从这个55寸到100寸的展示 那这些导光版都有很特色的结构 包括我们双面微结构 有一面PATTERN 有一面VGO 那这样整个来讲对这个光的效率 可以提高30% 打光版的应用直接是个Decoration 当你灯关掉的时候你看不到 可是当你灯开的时候 你看到有一条有条龙 那是在微结构的加工 让它有一个特殊的展现出来 好的从以上的访问跟镜头当中 可以看到今年的智慧显示器 与触控展聚焦在大尺寸 公共显示器还有穿戴装置等应用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是Touch Taiwan智慧显示跟触控展 以及台北国际光电周这两大展览 在分开举办多年之后 将会在明年重新攜手共同举办 让台湾的显示器展阵容 更加的庞大和丰富 我们也将会持续为您来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